相当洗劲 展场科技感十足 仿佛到了奇幻世界 台湾文化科技大会 Innovation展区处处是亮点 包括应用科技的跨域体验作品 前卫感十足 沉浸式互动设计也很吸睛 这可不是普通电影 观众可以透过手机操作 投票决定故事走向 互动式电影设计 颠覆传统观影感受 其实在国外的反应 其实都是蛮热烈的 其实互动电影的剧本写作 发展是非常复杂的 从剧本开发到影像制作的部分 它其实都是复杂两到三倍 桌游结合APP 这是台湾本土原创桌游开发业者 所推出的作品 透过游戏了解历史 也让桌游玩家有不同体验 以历史或者是以台湾的文史 文本为主题的 那其实非常少 这次不只是在载体上 运用了比较新的一个模式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同时在美学上和剧情上面 我们也是试图的做全面性的创新 AI浪潮改变动画创作产业 創作者画出草图 即可透过AI生成出一系列动画 如此应用科技 也一并展现给民众 因为我们 我自己也会画创作的美术风格比较特殊 照以往的动画制作技术上 会比较容易遇到一个瓶颈 就是它的重复性会变得很困难 那刚好AI的出现 有办法去补足这一切 科技赋能让文化内容 超越传统的感官体验 台湾文化科技大会 以不同方式 让逛展者有更多元的感官享受 也借此了解台湾最新的科技艺术 创作趋势 三连学院图用权利文富与成雅 高雄采访报道